2022年初以来因高通胀及美国联储局激进升息引发股市股值修正 高成长股受创较深 随通胀似以足顶反转向下 美联储升息压力减轻 对备长线成长题材的美国大型增长型股票将市基移动 适合逢低报局以掌握长期成长趋势 美国CPI年增率次已至2022年6月足顶 后续将持续下滑 通胀下降主要由于制造业教相关的商品类通胀下滑所带动 服务类通胀较具粘制性 但亦将缓步下降 市场预期美联储基准利率峰值落在今年上半年 升息循环可能接近美声 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已逐步展现成效 预期升息压力将不如先前沉重 美国股市可望获得提振 年初以来 全球及美国经济数据多优于预期 实体经济表现并未如预期般恶化 美国ISM服务业PMI新订单指数为景气领先指标 依历史经验显示当此指数由萎缩转向扩张时 理股不易跌破前波低点 此指数由去年12月45.2的萎缩转向今年1月60.4的扩张状态 后续走扬几率较高 若以毛利率及预估净利成长率综合评估 表现较佳的主产业为科技 毛利率约53% 预估净利长期成长率约10% 科技项下次产业表现较佳的试软件服务 毛利率约65% 预估净利长期成长率约14% 此外以长期趋势而言 企业在2022年科技领域的支出约2万亿美元 预期至2026年将达2.87万亿美元 企业在软件服务领域的支出增速更快 至2017至2021年复合年增率达17.3% 预计2021至2026年复合年增率亦高达16.8% 在2026年将达5370亿美元